今天凌晨警察总局博监局和多个政府部门联同博企 在威尼斯人酒店进行了娱乐场突发事件的演练 警察总局局长马耀权表示 演练有助于提升警方和政府各部门之间 在紧急情况之下的应对能力 随着一声巨响 拆弹机械人成功将歹徒留下的炸弹引爆 另一方面 飞虎队在贵宾厅内强行破门 成功营救人质 以及拘捕两名犯人 以上所说的并不是娱乐场有发生需要警方出动的暴力案件 而是警察总局联同1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 进行的暴囊2019突发事件演练 模仪在娱乐场内发生多人打斗 磁械抢劫等等的暴力事件 测试警方和娱乐场的紧急应对能力 而在演练之中 警方也向传媒展示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 包括在现场对伤者急救 警员制服匪徒 以及派出谈判专家进行谈判 警察总局局 局长马耀权表示 今次演练共出动360名人员 除了要测试警方和娱乐场方面 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也希望可以提升紧急情况下 警方和各部门的协调应对 并值由加插新的演练情节 应对治安环境的变化 这次在这里我们特别是加插胡椒噴露 就是显示在这个运练过程之中 演练过程之中 我们有什么处理的手法 怎么样去应对 另外马耀权表示 面对日益复杂的治安环境 警方会加紧和各部门机构的合作 以及按实际情况 即时调整应对措施和机制 我是记者李俊杰 马民奔 澳门报导